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一样东西就是我用全部有60颗派档 然后跟它围成一圈 因为主要就是觉得派档就是代表一种寒冷的植物 可以让这个空气更加觉得有绿色 为什么今天会创这个Holakamp上 因为我觉得在金马轮露营是有可以体验到一点点外国的 feel的那种冷空气跟fresh air 那因为本来我们常常在KL露营的时候 都会觉得为什么这么热的 但是都有河啊有很漂亮的星空 那金马轮最不同的地方就是它非常非常冷 然后风很大然后也有很多新鲜的空气 跟主要就是我们也想说在这个营地让大家住很舒服的露营 因为我本身自己很想露很喜欢露营 然后有给小孩子有机会看到满天的星空 这些都是我们精心打造的一些小植物 可以让大家觉得在露营的时候 还有更加有享受到花花草草 所以请大家来的时候 大家一起和我们一样爱护这些花草 这个Zone就是我最喜欢的Zone 就是它可以做一个营火会跟BBQ area 整班朋友就很冷的天气 然后软软的火堆 然后你就觉得哇超幸福满天的星空 当然大家担心的东西 我也是担心的 因为我自己也是很喜欢露营就是万一风大雨大狂雨怎么办 那所以我就特别在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亭子 所以在下午的时候很热的时候 那个Pick area不能做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来这边 一样的可以看到很多的云海 很多的漂亮的山 然后风大雨大的时候 在里面也是非常安全的 所以这个也是我很推荐的一个area 很快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